什麼時候才有機會破壞土的結構呢 要走到一些木的榴槤 木的榴槤例如什麼叫做木的榴槤呢 2022任人年 或者是2023貴卯 2024甲神 真真正正來說呢 真真正正來說 鄭若驊女士對她的地位有最大的問題 是2024甲神年 這個甲神年就是這個甲木 黑木的木土的期間 也是天黑地衝的連署 代表她的官位就動搖 所以鄭若驊她真的要退休 或者是落台諸如此類都好 2024甲神這個榴槤才是最大的機會 短期內都不會的 所以大家又不需要太大的幻想 2024甲神只是她的地位方面的危機 師傅我想請教一下 如果我這樣算一算 她好像是2018年 她就做律上司司長 那時候是蒙苏年 蒙苏年是一個權力很大的現象 但亦都天黑地衝 所以當她拿到這個權位的時候 你亦都有一些是非 因為七殺是代表一些是非小人 這是意思的 大師傅 理論上一個師長級 未必 比較少 未必做超過六年的 未必的 那會不會是表示可能 除了在地位上 可能原來在2024年身體有問題呢 也有機會的 是 或者是官非的事都很奇怪 你看到時候她自己做了些什麼 因為這個甲神就是 對於她的名聲有動搖 也代表可能是健康問題的 譬如我已經是退休會做 那不會有地位的事情 那便可能會在健康上 就是這樣的情況 OK 了解 那好了 那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多謝李應聰師傅 好 下一集再和大家回來 嘗嘗和大家說一下 陳德琳的八指 好啊 好嗎 拜拜